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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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稻田裡面的稻子 小朋友 說到這些 想不想趕快跟著瘋狂博士 我一起去認識台灣的平原呢 想對不對 那麼就Let's go囉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有沒有注意到瘋狂博士身後 這一大片綠油油的稻田啊 小朋友你們知道嗎 這一些稻田啊 等到它長大收成之後 就是我們平常愛吃的白米飯喔 小朋友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思議啊 原來我們平常吃的白米飯 現在還是這個樣子耶 那小朋友會不會想問 瘋狂博士你在什麼地方啊 沒錯 瘋狂博士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北部最美麗的 蘭陽平原喔 而且因為我們蘭陽平原呢 最靠近我們的北部 所以我們北部大部分吃的白米飯 都來自於蘭陽平原 而它又有了北部糧倉的美名 但是小朋友一定會想知道啊 為什麼我們台灣大部分的稻田 都種在平原上面呢 這主要原因啊 是因為我們台灣的平原 大部分呢都是經過 女沙堆積形成的平坦陸地 所以上面非常的肥沃 當然囉 所以大部分的這個農田 就種在平原上面了 而且啊 我們這些農田呢 有屬於季節而有所變化喔 小朋友看一下瘋狂博士 身後這一大片稻田 看到這美麗的山 有沒有感覺到一種 很美麗的田園風光呢 現在瘋狂博士 就要帶你們上山去 讓我們睜大眼睛仔細來看 我們美麗的蘭陽平原喔 好不好 Let's go 好美的景色喔 從這邊看過去啊 到處是綠油油的稻田 還有許多可愛的小房子耶 各位小朋友 瘋狂博士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呢 就是有九彎十八寡之稱的 北宜公路喔 那麼這一大片平坦的陸地呢 就是我們的 如果小朋友你們不是住在 南洋平原的宜蘭人啊 那麼不論從什麼地方到宜蘭去 總是會避免不了一些崎嶇的山路 這是因為啊 南洋平原呢 是位於雪山山脈和中央山脈之間 因此南洋平原是屬於 三面環山 一面向海的地形 這裡啊 原本是一個大海灣 後來呢 在河流不斷的衝擊下 逐漸變成了一個善狀的三角洲平原 所以台灣的平原啊 在台灣的歷史開發當中呢 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說到這裡小朋友 是不是有一點小小的概念了呢 接下來又到我們 瘋狂地理劇的時間了 小朋友啊 要睜大眼睛仔細看喔 因為看完之後啊 你們一定會對台灣的平原 有更加了解的概念的 小朋友千萬不要走開喔 因為好戲在後面喔 仔細瞧囉 小朋友千萬不要碰到 大人 了 小朋友千萬不要碰到 18至 appear 在天運降 雖然長 對小朋友千萬不要碰到 在大人間 但是馬上 小朋友千萬不要碰到 閃火 平原有分那幾種 重置平原 何苦平原 平原有分那幾種 還有三角洲 漢大平原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花樂平原秀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蘭陽平原喔 小朋友 你們吃飽飯了沒 功課做完了沒 今天的節目會非常非常的精彩喔 因為有小朋友和我 最喜歡的偶像團體 平原三建客 要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了 很期待吧 那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他們囉 小鐘催促是新調 小寶寶 一滴一滴學會聊 哇 嗆喔 好聽喔 那來 笑觀眾朋友說說好囉吧 大家好 我是 關渡平原 酷 真的很愛耍酷耶 各位大家好 我是嘉南平原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也非常愛你們 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彰化平原 你們看 我的身材是不是很好呢 我可是常常鍛鍊的喔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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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可不是蓋的吧 你們三個都很厲害耶 不愧是大家的偶像 那你們知道 你們今天來到歡樂平原獸 是要幹嘛的嗎 耍帥啊 哭 真的太愛耍帥了你 NO... 我們今天來啊 當然是要讓喜歡我們的小朋友 更加的了解我們啊 不對... 我們今天來的目的啊 是要教小朋友鍛鍊體力 沒錯... 你們三個說的都很有道理耶 歡樂平原獸就是要來考驗 你們是不是小朋友 什麼中真正的偶像 首先呢 偶像啊 就是要很帥對不對 偶像一定要帥才行 那是當然的囉 所以啊 待會兒 我們要走一段台幅給小朋友看 我們要讓小朋友看看 你們是不是真正 有當明星的資格 這有什麼問題啊 那準備好了沒有啊 好 準備好了 好 開始囉 好動感喔 果然是最富的 關渡平原耶 還有最親切的嘉楠平原 嗨 你結束了 你結束了 還有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要考驗 你們的專長了 因為偶像是不能沒有專長的啊 那請問一下 關渡平原 你的專長是什麼啊 關渡平原 關渡平原 請問一下你的專長是什麼 關渡平原 嘿嘿嘿 要不要叫救護車啊 喂... 我沒事 我的專長就是 酷 這個觀眾朋友 他的專長就是耍酷 很特別 很特別 那麼你呢 嘉楠平原 我嘉楠平原的專長啊 可是每一個偶像 都必須要兼備的喔 是什麼 來...你們贊成一排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 謝謝我愛你們 謝謝... 我這邊好好努力的 我這邊好好努力的 謝謝大家 謝謝... 我這邊好好努力的 謝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 是個哪算專長啊 很奇怪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訪問一下 彰化平原的專長囉 彰化平原 他人咧 人呢 彰化平原 來 小朋友 跟著我一起坐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五六 二二三四五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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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三四五六 小朋友們好厲害喔 做完運動之後 是不是覺得聲音很出場呢 不愧是彰化平原耶 你瞧我 我都覺得我苗條許多耶 雖然來到我們節目喔 我倒想問問看 你們知不知道 台灣上面有哪些平原啊 這個太簡單了 我不回答 那你知道嗎 這個問題的話 你問Janity 你啊 我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太難了啦 你啊 讓我們就是唱唱歌啊 跳跳舞還可以 但是不要問我們 那麼難的問題啊 小朋友會很難嗎 你瞧瞧瞧 小朋友都知道耶 小朋友你們還真聰明了 沒錯 台灣上的平原啊 就有 貫兔平原 嘉南平原 彰化平原 還有蘭陽平原喔 我們四個 就是我們四個耶 那你也來加入我們的 偶像團體吧 那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就要改名叫做 平原四人組啊 真的要加入我嗎 我真的太高興了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可以當偶像耶 既然節目快結束了 我們就來唱一首歌 給小朋友們聽吧 好啊 好 1 2 3 GO 三輪車跑得快 上面坐個老太太 要五毛給一塊 你說奇怪不奇怪 各位小朋友 在欣賞我們精采的 瘋狂地理劇之後 各位小朋友是不是對我們 台灣的平原 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現在啊 瘋狂博士我 就要拿出我的寶物 地理小百科出來 讓小朋友更加了解 平原究竟對我們台灣 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小朋友 擦亮的眼睛 不可以偷冷睡覺喔 因為瘋狂博士我啊 一樣準備了一些精美的小禮物 要送為認真學習的小朋友 小朋友仔細瞧囉 說到平原啊 小朋友一定都會說 平原就是平地吧 這句話雖然沒錯 可是啊 最好再說得更清楚一些喔 因此我們要說 凡是在海拔高度 100公尺以下 而且坡度沒有超過5%的平坦陸地呢 我們就稱為平原 由於盆地也很平 所以我們也把盆地當作是平原的一種 在山地特別多的台灣 平原的面積只有9000多平方公里 只占了台灣的四分之一而已 可是啊 它卻是台灣最重要的生命地帶喔 除了盆地以外 台灣的平原呢 可以分成四種類型 它們分別是河谷平原 三角洲 沖積平原 以及大平原 河谷平原呢 都是我與河流的中游 僅靠著河岸 呈現長袋狀 它可是河流侵蝕而淤積所形成的喔 像苗栗市啊 就是一個典型的河谷平原 而沖積平原在台灣也是很常見到的 它是一條河流 從很高很高的山 急速地流下來 離開山區抵達出海口時 因為河水的流速變慢了 水中所攜帶的沙石啊 紛紛沉寂了下來 經過很多很多年後 就堆積出了平原 像宜蘭 新竹都是沖積平原 如果沖積平原的模樣啊 是一塊突出於海岸的三角形 我們則稱為三角洲 像是位於北南溪口的台東市 蘇花公路上的河平與南澳 也都是典型的三角洲平原喔 在台灣面積最寬的中南部 從彰化到高雄之間 因為距離中央山脈較遠 從很久以前呢 就已經存在一塊比較平緩的平地 則受到許多大河 像大渡溪 濁水溪 曾文溪 高平溪 不斷地從山區搬運沙石 流到出海口處沉積 久而久之呢 就形成一塊台灣最大的平原 它的南北長度達145公里 稱為嘉南平原 是台灣最大的古倉喔 像高雄市 台南市 嘉義市 彰化市 也都是位於這一塊大平原上 所以啊 在四百多年以前啊 荷蘭人的鄭城溝會選擇台南市 當作大本營 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因為寬廣的嘉南平原 能夠生產豐富的農作物喔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多小朋友喔 剛剛看完我們的地理小百科之後 各位小朋友 有沒有更了解我們台灣的地理啊 有 用英文回答我 有 太厲害了 那麼我們這禮拜的問題 就要出來了 我們這禮拜的問題就是 什麼是平原 各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起來做 洞洞腦槍想答案啊 有 起 一 二 三 嘿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二 三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甩甩頭 動動腦 出左拳 出右拳 左想想 右想想 搭著一起動動腦 天文 地理 比個棒 什麼答案都知道 跳起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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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瘋瘋博士走 摸壁子 TRY 一 二 三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弄牙齒喔 一 二 三 三 二 牙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甩甩頭 動動腦 出左拳 出右拳 左想想 右想想 搭著一起動動腦 天文 地理 樣用心 什麼答案都知道 推起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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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瘋瘋博士走 走 摸壁子 摸壁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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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子 一 二 三 三 二 一 快樂來解答 各位親愛的小朋友 在聽完這首歡樂的動動腦歌之後 你們有沒有跟著瘋狂博士 一起做動動腦操跟想答案呢 我們今天的問題就是 什麼是平原呢 答案就是 一望無際的陸地 你答對了嗎 找到了 瘋狂博士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回答哪一個小朋友的問題囉 原來是住在我們南投縣的 潘怡君小朋友的問題喔 他問說 瘋狂博士您好 我們全家人都住在埔里 在上個星期的節目裡 瘋狂博士說 南投的日月潭是一個盆地 而我們家就住在埔里盆地裡面 我是知道南投有許多盆地 可是他們都沒有像日月潭那樣 裡面都是水啊 那麼瘋狂博士 你會不會說錯啦 日月潭怎麼可能是盆地嘛 首先啦 瘋狂博士我在這邊 陪著稱讚潘小朋友 你的問題問得真的非常好喔 像瘋狂博士說給你聽好啦 其實呢 我們台灣的盆地 都是在古代造山運動的時候 因為地層下陷所形成的 而當時呢 因為周圍許多的這個山 他們裡面吸了許多的雨水 而雨水慢慢的流到了這個下面 所以它裡面 它就積成了像湖泊一樣的地方 而當時我們台北跟日月潭 就是兩個很大的湖泊喔 可是呢 因為後來我們台北湖的這個湖底 慢慢被侵蝕出一個缺口 所以這些湖水就流流流流 流到了大海裡面 而剩下的啊 乾掉之後 就變成一個像盆地的地方了 但是我們的日月潭呢 卻因為沒有這樣的現象發生啊 所以到今天 它都還是維持一個湖泊的樣子喔 還有 瘋狂不是我要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喔 其實啊 當初的這個日月潭 跟今天的日月潭不一樣喔 當初的日月潭 才沒有現在日月潭這麼大呢 因為啊 在民國20年的時候呢 我們為了要這個水力發電啊 所以在我們日月潭旁邊 蓋了一個水壩 所以讓我們的湖水啊 從原本的6公尺深 一下子 升到了27公尺深了 甚至原本湖面的面積呢 也增達了0.7倍 讓我們周圍 本來有兩個少族的部落 也被這個湖水給淹沒了耶 所以我們到今天啊 甚至還有許多的這個少族 住在這個日月潭的旁邊喔 喔 潘小朋友 解答到這邊 你還滿意嗎 小朋友 到這邊啊 時間也差不多了 瘋狂博士我啊 可得趕快去修我的眼鏡了喔 下個禮拜記得 繼續收看我們小小弟女家 瘋狂博士我啊 還有更多關於台灣的小秘密 要告訴你喔 就是這樣囉 拜拜